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李文汉 其实做美食介绍,要选一些有水平的美食当 真是几有挑战性 因为口味是很个人的 我认为好吃,又未必适合你 所以所谓的美食,是要选大众认为好吃的 现在的人这么口挑 如果我介绍错,会被人弹得我一心都不值 这个都不算是最难 对我这个这么害羞的人来说 最难的就是找一些当主来采访 现在很多当主都对陌生人特别小心 怕你收介绍费,或是来吃饮吃吃 幸好我们马来西亚的饮食朋友都很有事 特别就是那些华人 讲到华人,你又知不知道 马来西亚是全世界集中第二最多华侨的呢? 排在第一是泰国,而美国是排第三 我国华人都有大概700万人左右 可惜现在很多都移民去外国 因为这个国家给不到他们一个安全感 马来西亚人主要是由明朝、清朝到民国时期 由中国、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一带千移民过来 一般我们的祖先是由1881至1900年过来做石矿业 之后还有其他过来做薯胶、鱼业和饮食等等 其实在15世纪前,我们华人就已经过来马六甲了 这一集,我们来看看马来西亚最历史丰富的周术 马六甲,首先要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历史 马六甲是1402年由Paramiswara初池 其实它只不过是避开印泥的马渣化蜶来这里避难 它以一种叫做马六甲的树木来命名王朝 以前它只是一个小渔村 后来由中国的协助就将这里成为一个繁荣的港口 当时很多国家例如泰国、缅甸和越南都想侵战它 但是中国就帮助保护马六甲 可惜到1511年就被葡萄牙占领 他们都统治了一个世纪 后来就被荷兰打败 荷兰又统治了成100年 之后就顺手交给英国政府 直至到1957年 马来亚争取到独立为止 说起来葡萄牙对马六甲都有很大的贡献 令到马六甲成为东南亚最成功的海港 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商户都过来从事香料贸易 除了留下很多建筑物 葡萄牙都有留下它的后代 这个克里斯登民族是本地马来人和葡萄牙人 通婚所现身的后代 今日还有37,000个克里斯登居住在马六甲 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族群 它们就是伯拉拉坑 即是伯拉拉坑 自从中国公主汉丽宝 嫁给曹萄牙 陪同公主随行过来的500人 就定居下来 娶了当地的马来人为妻 生下来的后代就是 妈妈扬牙 最特别的就是 虽然她的太太是牧士林 但是家里的生活习惯与习族 都是以华人为主 换句话来说 她的宗教是没改 家里神台是拜祖先 和一样慶祝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等 最可爱的就是 在家里是用马拉话来沟通 怪不得有人称呼他们为 吃猪肉的马拉人 而葡萄牙的克里斯登后代 是叫去教堂的马拉人 多得这个华人和马拉人的文化融合 形成一个特色料理 因为一般华人都是很大男人主义的 就先在另外一个国家 都要吃中式菜 那她的马拉太太 没办法 都要配合她的要求 烹饪方式 就用了很多当地的材料 举例 香茅、辣椒、马拉盏、肉桂、斑南叶、兰花、椰奶等等 那无意中就研发一个系列 我们最娇慕的 阳亚菜鞋了 这个料理是万名全世界其中她的 勒沙是CN排名世界第七最好吃的美食 但是她还有很多正的口味 特别就是 瘟亚贵 马拉盏是一个品尝瘟亚料理的最好地方 虽然很多人认为宾城和新加坡的瘟亚料理 是好吃点 但是我觉得马拉盏的瘟亚料理是传统点 当然马拉盏不单有瘟亚美食 她还有其他很正的美食 就算你对美食没兴趣 这里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区 包你大开眼界 很多地点给你打卡 这里的建筑物包括有马拉 中国 葡萄牙 英国 和荷兰 话说 荷兰虽然旧留在马来西亚有100年 但是对我国都没什么大贡献 或者荷兰鼠 荷兰牌 荷兰水 和回荷兰 对你还有多些印象 说笑而已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 就给个like我 分享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啦 多谢你 现在排名无分先后 我们来马六吉尋走 最正的美食啦 这间兴隆台湾着名 村美牛肉面大和 是我42年前光顺过 我都没机会回来吃他 佳恩不记得他叫什么名 幸好Google帮到我 这位六先生是第二代接班人 其实这间店 是他台北的外公其中一间分店 六先生的父母 都是台湾大学生 但是就回来做饮食 不是夸张啊 他们的猪扒面 我要去台北扭他 才能吃得到 隔了这么多年 我吃回这碗猪扒面 还是这么正 一点都没有失水准 牛腩都是一流 马六甲其中一个最特色的美食 就是鸡饭粒 不是他的鸡特别 而是他一粒粒的饭 整个马六甲都有20多间 但是一般都是吸引游客 很商业化 基本上我觉得这些鸡饭粒 比普通鸡饭 虽然是多工一点 但是香口很多 这位当主阿方姐 只是开了这档团圆鸡饭粒五年 但是他的总店都经营了很久 他们的鸡饭粒很香 只是吃饭都够 鸡好滑又实正 没得顶 全马最出名的鸭面 是来自马六甲 你没搞错 我不是说鸭腿面 虽然人家说定基拉那档 是很受欢迎 但是我也是来采访这档 唯一龙香茶室 事关四十年前我来吃过 都很怀念它的味道 这档鸭面 都有四十五年历史 这两位当主 林夫妇 是第二代接班人 Christian说他的秘方 是他家婆传给他 那么多年 一点都没有改良到 鸭面的汤是黑蒙蒙 但是那些汤是鲜甜到没得顶 鸭肉都比得很丰富 这间Claire Bang Original Coconut Shake 就厉害了 以前还没开店铺的时候 他们在外面摆档 好生意到整条街都塞车 当然现在 你可以来店铺吃得舒服些 而且不用怕没有位置泊车 虽然很多人说他们是游客的目标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椰子饮料都很棒 一到下午十二点就坐满人 很多顾客来喝椰子冰 都吃他们的茶果 我叫两个口味 一个有加雪糕 这个饮料很清凉 可以吃到小小粒的椰子 价钱很合理 正! 今天我来到马六甲就要办下做游客 来参观游客地点 来到其中这间三宿公 这间店就架势了 每一个旅行团都肯来参考它 虽然这个老字号是靠杖汁起家 但是现在都做到很商业化 他们有提供些产品 很适合做手术 当然不少得这个招牌正多 我不知为什么他会这么受欢迎 没错 他的包装是很特别 但是味道就很一般 他的榴莲好吃 是没有给榴莲 只是榴莲味 两碗都要卖十七元 我真是后悔没有光顾这栋大中流的椰子 因为贪三宿公有空调 这栋街边的椰子都有七十年历史 传到第三代 大约十年前 我有带我的大陆亲戚过来吃他们的椰子 还是加榴莲 吃到淡淡肉榴莲 当时他们吃到很满意 还要加多碗 我叫过西瓜 因为不想吃多碗椰子 这个饮料是一百巴仙天然 实无加化学品 很清凉 喝到特别满意 据称马鲁甲的药鸭茶果 是最有传统味道 特别是他们的波罗特 整个马鲁甲都买得到的 但是这个WISE CHEF牌子是最棒的 这位店主Jessy 开头只是做一点来应酬朋友 最终都是做生意 虽然他也有请一些洋鸭师傅来做 但是Jessy的宗旨是落足料 尤其是牛油 尤其是牛油 要用最好的 他说生意是好 但是没钱赚 因为这个饮料是好食人工 给了伙计over time 我每个春节买他的饮料 都吃到很满意 今天都不是例外 我们选了这个两星的宾馆来住 贪他两步脚到Yonger Street 我们特意选了礼拜六来参观这个夜市 虽然它不算是最长的夜市 但是很有气氛 人头涌涌 血脑到没得顶 这里还有很多食物 但是我要留一套来采访美食 走到尾就是这个饮食街 有很多讲究的美食 而且好生意 你一定要来品尝一下 事关Giyang的饮食街 都执鬼了 我好乐后 这么大个儿子 都未曾试过沙爹煮鱼 其实沙爹煮鱼 是打边楼和沙爹的客厅 刚才宾馆的经理介绍我们来这间 满口香沙爹煮鱼 事关他介绍这么多房客 都没有失望过 这位店主Yong先生 只是经营了一年 但是都吸引很多游客 他的价钱都很合理 任理解 每一寸只是一元 店主教我们绿料要久一点 不像打边楼 原来沙爹煮鱼 是这么惹味 尤其是他的酱 很特别 当然来到马六甲 就肯要试他们的Yong Ya料理 这间美食 是刚才的店主介绍 大西容Yong Ya餐厅 都经营了20年 虽然这间餐厅都挺大 但是他们接的客人 都是有限制 事关这里的仕头婆 兼厨师 是亲自做菜 太多客人就应付不来 我们幸好 8点来到 成为最后的顾客 这里的层次都很美 配得上他们的美食 这里的餐牌都很丰富 让你吃到 真正传统Yong Ya的口味 果然没有介绍错 我们吃到很满意 来到第二日 我们来试这个炸虾饼粉 据我所知 雪龙洲是吃不到 敢轻炸虾面 是位于马六甲雨球场的对面 这间粉面好不好吃 我就不知道 但是看见那么多人排队 你应该心理有数 他们都有80年历史 传到第三代 姓方这家人 真是做到踢了脚 我都要等45分钟 才吃到这碗炸虾饼粉 我觉得他们的料 没什么特别 但是那些汤水 是鲜甜到没得顶 真是没有味精的感觉 来到这间名法茶餐室 这间个宾店 真是有Muhiba的精神 不用说 它是一个华人的个宾店 但是里头 每一个美食 都是马拉档 特别就是这档Mirubus 这档Mirubus 都有70年历史 这位当主 Yinjik Shah 是第三代接班人 他的顾客 一般都是来打包 买了都是四五包 当主建议我吃他的Migawit 我都不知道他算是什么口味 但是吃到我很兴奋 他的酱 外面是吃不到的 等半个钟 都是值得的 据称 奔城的Boppia 是全马最好吃 但是马六甲的Boppia 味道 是比较传统一些 这位当主 朱先生 是第二代接班人 他和他太太 在这间新安茶室 都经营了三十年 六十年前 他的老爸 是在街边起家 我有说过 最好吃的Boppia 是来自我太太的厨房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太太用的料 是最新鲜 又丰富 我注意到这里的料 都很新鲜 而且这条Boppia 都包到很大 果然好吃 果然好吃 因为这条Boppia 是有落猪油渣 正啊 在这间新安茶室 都有另外一个美食 很值得推荐 我注意到 有很吸引的羊豆腐 但是我的目标 是来试 他们的羊鸦勒沙 这位当主 袁女士 在这里都经营了三十多年 怪不得 他们的招牌 是叫老字号 除了羊鸦勒沙 你也可以吃到羊豆腐 鱼滑面 冬粉等等 咖喱勒沙 我就吃得多 但是也很少吃羊鸦勒沙 因为找不到好吃的 今天我就有口福 吃到冬粉的羊鸦勒沙 冬粉配到咖喱汤 都很入味 第二道是吃不到的 来到我们最后的介绍 就是沙爹了 虽然很多人认为 最好吃的沙爹 是楼子架 但是就不是猪肉沙爹 马六甲的猪肉沙爹 是正好多 本来昨天我想采访 老王海南沙爹 可惜他们休息 我的太太就建议我来 这间新美香沙爹屋 是因为他和那些教友 都吃得很满意 这家老字号都有80年历史 姓黎这家人是第四代接班人 他们的确是一家华人沙爹 因他们没有提供牛肉 果然没有介绍错 这个沙爹是No.1 没吃过这么好的猪肉沙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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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